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方面都颇为资深的多期艺人 莫为除了专心准备世界巡演最后一场杭州战的演出 最近她也开始触电真人秀节目 于是这一玩也是触发了她新的灵感 听说女神打算自己也筹备一档呢 主题自然是自己最钟爱的音乐了 最近就第一次参加电视的真人秀 那以后希望可以自己也搞一个就是筹备兼制一个自己的一档秀 如果自己做这个秀你希望是哪方面类型的呢 我必须要有音乐的元素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对我很重要了 音乐是不能缺少的一个部分 所以希望可以用可能对啊 就是好玩的方式来呈现音乐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阿兴此次除了分享自己在穿搭时尚方面的心得 也不万为自己在十一期间的上海演唱会所预热 睽違三年五月天也将再次带来三场演出 不仅歌迷期待 脸啊兴奋 人都超级期待的 这一次上海就是我们也在那个八万人体育场 然后对啊就是各种期待 因为很久没有在上海开场 然后去年那个我们在Youtube 本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就是跟大家见面机会 然后当然后来也没有能够成真 所以其实现在是特别期待这样子 搜狐视频罗伯报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